大家好 Alit 那今天呢 看一下这阿里巴巴水晶赛的第二道题 欢迎小明玩飞机的游戏 那我们也做一下子江平做过的题目 初始积分为二 游戏经营中积分会随时间现役连续减少 数理为每单位扣一 那这个记录一下子 每单位时间要减一 然后游戏开始扣 每个一个随机时段 时常互联为独立的参数一的指数分布 就会有一架飞机出现在屏幕上 当飞机出现的时候 小明立即操作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 立即击落 还有一种呢 是被敌方击落 如果敌机击落游戏结束 那么就统计分数了 如果小明击落敌机 这获得1.5分 并且可以选择在击落该是敌机后 立即选择 他可以做两个选择 一个是推出游戏 那么所拿到分了 就放在中 那么获得继续游戏 选择继续游戏 则去等到下一架敌机出现 中途不能总统退出 也就是说是落袋为安好呢 还得继续冒险 游戏难度不断地递增 出现第N架敌机 小明击落对方的概率为 0.85的N次方 被击落显然是1减这个数 且于之前的事件独立 然后每一次是个独立事件 不用考虑以前的联系 在任何时刻 如果击分降到0 游戏之中结束 如果游戏中小明被击落 其之前击分可以保持住 那么为了游戏结束时 就是累积积分数学期望最大 小明应该在击落几架敌机后 主动结束游戏 就落在为安了 什么时候 求数学期望 也求e数学期望值 那么e这个值呢 我们把这种情况分析一下就行了 第一种情况 我能获得1.5分 也就是说我击落敌机 那么概率是多少呢 我的概率是0.85的N次方 那么说下第N次击落敌机 是否能得到正收益 这个玩赌博一样 赌场一样的 有正收益 那你就能赚钱 负收益亏钱 0的话就是平局 不亏不赚 你们看这结果 1.5个积分 什么情况下 是这个概率情况下发生的 那么这概率下乘以1.5 你们这是随着期望得到的 几分值 那么还有情况呢 被敌方击落 那你的飞机被击落 被击落以后呢 要损失多少呢 那么也就是什么也不损失 他们又是扣分对不对 就0 0乘以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1减去 0.85的N次方 还有一种情况 大家注意一下子 我前面也写过了 前面也写过在这里 也就是说每一分钟 每个单位时间里 要扣除1分 那么这次 如果你决定要玩的话 那你还会再扣除1分 不完就停止 也就是这个值 是大于0 是否是大于0 大于0的话 你继续玩 继续玩这一局 无论是小于等于0 就不玩了 对吧 那么说要这个东西 这边这个是 这项是0 对吧 这项是显1 那也就这个东西了 大于1 这一项呢 是为0 把它划掉 好了 也就这个呢 减去1 大于0 这个大于1 那继续算一下子吧 可以算出N等于2 也就是说 当小于击落 第二夹底机以后 就可以退出了 那么分处呢 是最多的 第三夹的话 这个1 这个值是负的 负值是亏的了 答案就是这个B